接下来是叫做臭氧 臭氧叫欧山以后会焦 淡蓝色有点颜色有知义性有点味道 所以叫臭氧 它有毒是伤害 它在我们的附近 地球表面附近是空气污染物质 所以如果在你的四周臭氧含量高 是件不好的事情 这代表这里空气是脏的 然后它会伤害你的呼吸道 造成你的疾病 可是呢 它有一个用途是可以吸收紫外线 紫外线对生物有害 会伤害生物 所以紫外线可以杀菌消毒 它可以把这个对生理汉的过滤掉吸收掉 所以它在天上是一个好东西 它在你的四周围是一个坏东西 而它天上是个好东西 因为它会帮我吸收紫外线 都是这个天上 我们的紫外线大部分在平流程 三年级的地科会教你什么叫平流程 然后呢有一段大概二三十公里的地方 臭氧含量最高我们称为臭氧层 我们就是靠这个臭氧层 帮我过滤掉阳光中的紫外线 因此保护了地球上的生物 所以我刚才跟你说 臭氧在天上是个好东西 它在你的四周围是个坏东西 代表空气脏会伤害你的呼吸道 可是现在的状况是 我们人类使用这玩意儿 国律碳化合物 有人就写国律碳化物 不重要没关系 然后呢它会破坏臭氧 使得臭氧层的臭氧含量减少 我们称为臭氧洞 所以如果有了臭氧洞 就表示到达地面的紫外线会增加 就表示会对地球表面的生物造成伤害 所以这是一个麻烦 那我们就要解决它 那我们三年级的地科会跟你说明 我们怎么是臭氧洞 什么状况 然后我们现在怎么处理 那是三年级的地球科学会教 你就记得臭氧会吸收紫外线 好 记得它现在因为使用国律碳化物 使得臭氧层的臭氧含量减少 就可以了 就是你要学会的事情 像是水气 水气是地球上唯一三态都可以存在 不需要人 不用人主理 自然间就有固体的冰 液体的水 气体的水蒸气 所以唯一可以三项存在的物质 然后就是我们的水循环 水循环 这个我们在生物跟地理都教过了 水循环三步骤 生物跟地理都教过了 哪三个步骤 帅哥 27 27号 水循环三步骤 不会哦 不会哦 生物教过地理教过都不记得了 请坐 某安西地球科学会再教一次 蒸发凝结降水 这就是跟它能够三态存在有关系 它会蒸发变水气 凝结变水滴凝固成小冰块雪花 然后再掉下来再降水 于是就产生了天气的现象 就是有没有云会不会下雨 我们三年级地科会教 而这个天气现象基本上都发生在对流程 也一样三年级地科教你什么叫对流程 你就现在先背一背记记就好了 我们考试都喜欢 大部分的老师考试都喜欢考最后这一句 请问你天气现象都发生在哪一层 答对流程 对流程 OK 对流程 好 就是这样 水循环的三步骤 然后天气现象发生在对流程 然后水有很多性质 比热大 我们未来会教你什么叫比热 气化热高 我们未来会教你什么叫气化热 就是它会吸好多好多的热 然后呢 温度它会变化 要吸好多好多的热 才会从液态变成气态 因此它就会有一个调节能量 调节温度的作用 我们就吸好多好多的热 可是温度不太上升 所以地理会学过什么海洋气候 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 说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都跟它的比热有关 同时最后这一句 是学测考试的事情 就是水气凝结会放热 它气化会吸很多热 凝结又放很多热 而这个热就是大气剧烈天气变化的能量来源 这一句是学测考试的事情 水气凝结所放热 是大气剧烈天气变化的能量来源 就是讲到有关于水的部分 就把一些看一看 你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 OK 无人问得了吗 没有 请写课堂练习